2019年的中国电影圈中 科幻电影无疑是一个总能引发关注的话题 从《流浪地球》的成功到《上海堡垒》的争议都引起了观众的广泛讨论 11月2日 在2019中国科幻大会期间 科幻作家三体作者刘慈欣表示 大家不应只因一部电影的票房成功或失利 判断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 这种电影要5到10年之后才会出现 它会让科幻电影的投资人更有信心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就这么一部电影就可以带来一个整个的科幻影视产业的这种繁荣 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金字塔的底座 才能够产生更好的作品 才能够最后推动这个产业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说一部电影出来了 好的成功了 就是我们就产业化的大门就打开了 然后马上一部电影 好像票房有一点失利 马上又把大门关上了 那这种思维方式我认为 它不是一个对产业的整体的那么 有一个整体观的那么一个思维方式 刘慈欣认为 科幻电影成功的关键是能够在故事上和视觉上引起观众的共鸣 但就这两方面而言 中国的科幻电影目前依旧面临不少瓶颈 但进步也会很快 到处都是瓶颈 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电影工业你方方面面 对这个科幻电影都不太熟悉 从最原始的剧本一直到导演到特效各个方面 包括整个电影的制作的大框架都不是太熟悉 都需要去努力去学习 但我觉得只要我们付出努力的话 中国人在这方面学起来应该是很快的 我们进步起来也应该是很快的 谈及科幻产业未来的发展 刘慈欣认为 未来五到十年 科幻影视会迎来一个大的突破 科幻产业对于科幻影视我还是很乐观的 我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需要 我认为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我们的科幻影视会有一个大的繁荣发展 也会有大的突破 但是科幻文学的话 前景我认为不是太明朗 因为现在的科幻文学它毕竟是处于那种叙事文学 衰落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中 但是我认为它还是有可能迎来一定的繁荣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都能帮助你们的科幻影视频 其实我们我们的科幻文学会有一些仇文学次 比较有关的体验 感谢观看